Hello 大家好 今次玩這個馬企英雄傳 今次就要把這把80武強化到加12 有玩的朋友都知道 加12後就不可以用保護石 一爆就像天堂那些就收皮了 對 來吧 加12 唉 失敗了不用說 沒了 加11的武器就玩完了 拿回的就是蛇牙和強化石 那 幸好我早有準備 我上網已經一早看過了 80武就5000AP 加11就是5000 總共一萬 那我趁這幾天這個 雙倍AP就 不斷打了 打了一萬 那我都算聰明的了 我都算正的 我留了後備 已經不想聽這條契弟 說廢話 他說什麼 把刀有什麼靈魂 唉 那我可以復原回來的 但是復原回來就 把刀就變了死磅了 即是 將來不能再轉賣 那其實把加11的80武呢 都應該 即是我不太知道 市價 但我想都應該值三四千萬 我想到 那現在非常可惜 嘖 那真是我自擁了 唯有一萬AP 那真是 嘖 唉 丟了 總之不要說那麼多 唉 唉 但都要薄的 其實這個 沒得說 因為加12是 我主要是想要它的功速 這個遊戲 之前說過功速很重要 加11都先用 都OK的 那其實 我現在都還沒80 那 那 一換了這把刀 就 即時會加3000弓 其實都差不多 那真的沒話說 空如恨 那 那 即是要用這把加11的武 就用到90等了 那到時再換這個90武了 那 那真的很低 唉 比抽不中老西法 這些 我想有玩這個遊戲都明白的 真的 爆了一把刀 唉 那我將來換了90武之後 就會強爆這把刀 看看能不能強到加15 那你強到加15是自用的 因為死磅 那非常可惜了 那好吧 來到這裡先了 下次見 拜拜